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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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我是Jenny 我們今天想要來做一個蠻受歡迎的主題 就是開箱房子 我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其實在澳洲蠻流行一種買房的方式 就是買一塊地然後自己蓋 我們之前有去一個展示屋的地方 那叫做HOMEWORLD 然後我們有在那邊拍了兩支VLOG 就大概介紹一下澳洲的不一樣的房型 然後他會怎麼樣幫你蓋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看那個影片的話 請按這邊 麻煩按一下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實際開箱買地自建的案例 那屋主剛好就是我們認識的人 然後還是買了一塊地 耗時大概40週左右 真的超久 耗時40週 然後終於終於今天就是燕屋的日子 所以我們就來實際開箱一下 看一下這個房子長怎麼樣吧 好今天要開箱的房子 土地面積是262m2 那台灣的坪數是79.32坪 那房屋的面積是135m2 台灣的坪數是40.84坪 那總共是做四個房間 兩個衛浴還有一個車位 來 這間就是主卧 主卧配備比較多一點 對 其實他一進來就是主卧 然後主卧是最靠外面的 對 然後再來主卧也是有這種 Walking World Drop 所以Walking World Drop的話 就是走進來那裡掛衣服什麼東西 他是做一個這種L型的 所以就是非常的方便 他們這間做蠻多拉門 就比較節省空間 就是這種Slide 對 因為你如果這樣打開的話 就這邊是這邊要多一個空間 所以一定是做這種拉門 會比較好一些的 廁所這邊就有三件事 就是一個淋浴的地方 然後馬桶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再來一個洗手台 對 然後開關在這邊 而且他最棒的T恤圈就是這個 這個洞很棒耶 對 這個洞很棒就是 可以放一下 因為你Sampoo然後頭髮的東西 什麼洗身體全部放在你 不用玩身體 對 你就全部放在這邊 那你就是可以用完身體就可以直接 對 而且我現在開門的暖燈 瞬間超熱的 嗯 我現在開的這個地方 就是客廳的地方 嗯 然後你完全就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就是大概電視房這樣 嗯 然後之後這邊就很快有沙發 對 然後這邊大概是 Darking area Darking area 對 吃飯的地方 然後因為他整間都是在這邊 控制那個冷氣的面板 這邊 對 在這邊呢你就可以控制 Betarding room 什麼的 所以就是都可以在這邊控制 冷氣的部分 暖氣也是 嗯 那我們去看一下房間吧 好 這邊的話就是 應該也會給小孩住 就是放一個床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小小的衣櫃 嗯 這邊小小的 因為是小孩的房間 所以其實衣櫃就是剛好 夠用就好 再來這邊就是廁所 嗯 那因為兩間握室中間的話 兩小孩的話 廁所就是用這邊 然後有一個浴缸 然後有淋浴的地方 他們這個建商真的很棒 因為這一間也有這個 喔很棒耶 而且你看這個還有兩個蓮蓬頭 就它一個是你可以拉著 然後你可以沖身體 比如說你可以沖腳 然後一個是從上面花灑式的 對 然後因為今天是燕屋嘛 所以都已經試過 它水是都可以用 然後電路是有電的狀態 對另外一間小孩房 對另外一間模式的話 應該是給比較大的小孩 所以它其實握室的size比較大 然後主要就是它的衣櫃也很大 就可以買很多東西 然後放在這個衣櫃裡面 然後另外一間是 然後兩間都做這種就是比較 就是slide 然後這邊也可以放很多東西 所以還不錯 嗯 覺得非常的適合 比較大一點的小孩 像teenager那種 這個也是小孩房 第三間 對 這間是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到時候可能就放一個衣� 然後一個床這樣 找到一個五朵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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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該是就是小孩就是狗用 然後有開一個窗 所以有採光可以進來 這樣不會太暗 對 我覺得這邊還蠻特別的 Wandry也是做拉門的 它是做拉門的 嗯 但是它其實是還有一個客用的一個廁所 嗯 然後就是客人就可以在那裡上廁所 然後洗好手 洗手 然後到時候這邊會 下面會放一個那個洗衣機 洗衣機 然後紅衣機 對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是廚房的area 然後我 就是因為這邊有一個掀開衣扇窗 所以其實多開這個窗 就要大概再加幾百塊錢 但是這樣採光的話 整個在這邊煮菜的時候 就很明亮的感覺 還有這個烤箱 我從來沒看到這麼大的烤箱 看這個烤箱裡面 天啊 還有兩個風扇 這個烤箱應該就可以烤 大概四五隻雞了吧 然後還有洗碗機 全新的欸 超極新的欸 超極新的欸 她很搜紙還在 對 然後你看這個 這邊的這些 超新噢 超新的 Shaun 這是全新的 然後它有這個餐具的架子 也給的蠻多 所以還不錯 就是很大的Pantry 建商會留給一些他們沒有用完的油漆 那時候你如果哪裡的話也可以自己在屋上 廚房整體來講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尺寸 超級可愛的 這邊就是自己的一個Backyard 然後可以在後面就是烤肉啊 草皮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冷氣的主機在外面 這個是Rain Water 你接雨水啊 對很棒 從這上面這樣接 然後它會這樣一直滿下來 然後這個是車庫 所以是車庫嗎 而且車其實可以停兩台啊 一台車 一台進來然後一台停在那個洞 然後電動門這樣 嗨 我們今天來開箱新家 對啊我覺得好漂亮喔 因為真的超級新的 然後真的是才剛改好 我們今天就是先來燕屋一下 然後非常非常的新 然後因為燕屋主要就是看一下它水啊 店然後還有其他地方有沒有櫃子 蓋一半的或者什麼的 然後剛剛說到一個 這是builder的禮物嗎 對 這個建商送的教屋的禮物 這個中文應該是領處的禮物 對 開箱一下吧 是一個hamper 主要是很有心 所以他們還多送這個禮物 你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感覺是杯子 然後這個是他們這一家建商 叫Aria嘛 Aria 感覺還蠻推的喔 如果有人想要來蓋房子的話 對可以找他們 對可以找一下Aria 他們蠻不錯的 好像感覺使用經驗都還不錯 喔是酒 喔是香檳 看不出來 這是澳洲的 這是澳洲的酒廠 對 所以這個是花生 這是花生 然後這是casual 是casual 腰果 然後這個是杏仁 所以就是有幾種這個nuts 然後配一罐這個澳洲 維多利亞的這個香檳酒 好那現在看完房子我們真的覺得超新 而且也覺得超漂亮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沒有看過這種brand new的房子 我覺得真的剛改好 真的就是哇好新那種感覺 其實屋主也有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在買地之間這好幾個禮拜的一個心得 不過大家應該最好奇的就是多少錢吧 費用的部分 所以土地的費用大概就是四十萬五千塊 那房子的費用大概是三十萬左右 那因為就是即便是外觀看起來一樣的房子 但是裡面的東西每樣東西都可以客製化 像廚房材料的選擇 地板的材料的選擇 每樣東西都可以客製化 屋主好像有講說 因為他可能會給你一本 像是目錄的東西 然後可能有幾種顏色可以選 可是你如果選到不一樣的顏色 比如說金色金標的一個東西 那你可能就要加錢 然後有綠標有黃 紅標 然後有一個叫金標 金標就是最貴面的 對 所以像我們影片裡面有講到說 他們在瓦斯爐那邊其實為了採光的部分 他們有多開一扇窗 所以那個部分其實就有加錢 那我自己覺得客製化很棒的部分 就是他其實在建商在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會跟屋主做一個溝通 就比如說你去想一下 你平常在家裡你洗碗是怎麼樣 你可能洗完的碗放到洗碗機 你是怎麼樣比較順手 因為有時候有人左撇子右撇子 然後身型身高不一樣 所以其實在這個方面 或者是你的洗水槽的大小 他都是可以幫你再做定製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棒耶 藥理台的高度啊 還有那個大理石的厚度 這些每一樣的東西你想得到都可以客製化 對那你想要很好你就加錢 對沒錯 所以房屋的建造的費用大概就是30萬左右 所以整個下來大概70萬左右 對我們其實看完這間房子之後 我們覺得他有好幾個設計 是真的我們覺得很喜歡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我最喜歡就是兩間浴室都有表配的 叫buffer niche 就是一個砍入式的一個可以置物的空間 其實我已經去看到所以有點驚訝 因為通常我們在浴室 然後我們的洗手服什麼的 就是我就會放在一個架子上面 那你就是可能洗一洗 你就又要彎下去拿那些東西或是怎樣 可是它是一個砍入式的空間 也就變成是它跟你身高一樣 你可能洗頭彎過去你就這樣拿一個洗髮物 我覺得超方便 然後打掃整理起來也超級方便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超級棒的設計 對沒錯 還有就是廚房一個非常大的烤箱 喔那個烤箱真的很驚人欸 對非常烤箱 我覺得那個烤箱真的為什麼 就覺得很大很厲害 我覺得那個烤箱大概可以烤大概五六隻隻 對啊兩個風扇 配搭這樣的烤箱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真的超級方便 如果你今天有客人來 然後你可能就兩隻雞放進去 然後下面還可以馬鈴薯 對啊然後可能一些對烤蔬菜 然後你就這樣就serve一餐啦 就超級方便 所以我覺得我們看到那個烤箱 就也會覺得 啊真的超棒 喔然後我還有看到一個我覺得很驚訝的地方 對我來講laundry就是一個可能烘衣機 然後洗衣機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洗手的地方 就可以洗衣服或是什麼 然後它竟然還有一個馬桶 所以我當下看到就覺得有點驚訝 但是你覺得很方便對不對 我覺得是一個很方便的feature 因為有時候客人來家裡做客的話 他不太需要去到主人的那種 哦 其實也還不錯 很方便 因為有時候就是廁所很亂 然後東西又擺了 亂七八糟幫忙聽什麼 然後你知道就是有客人來到就有點尷尬 所以如果客人也有他自己的廁所的話 我覺得是一件很不錯的事 還有就是房子已經有配好那個太陽能板 應該之後的電費應該都會很省 就是多餘的電量可以賣回給電力公司 所以這方面還不錯 所以這又可以省錢對不對 對這個可以省錢 對這個可以省錢 雖然說一開始需要一大筆費用來裝這個 但是也會有州政府的補助 哦還是有喔 還是有補助 對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feature 好但是買地自建還是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要注意 就是建商的選擇 就好的建商可以帶你上天堂 那不好的建商呢 你可能就會很頭痛 所以其實房子在建造的時間 屋主跟我們分享大概是40週左右 但其實因為買地自建 就畢竟不是像是我們直接去買已經蓋好的一棟公寓 或者是房子 那你要跟建商很多時候 你就是要約好什麼時間 要溝通要接洽 所以40週這個的話 就是他已經在合約上面會講好說 我們一旦開工 我們一定會在這40週內完成 但是不代表我們什麼時候開工 對簽完約並不代表會馬上開工 對如果說剛好又遇到什麼COVID啊 又遇到缺工 然後可能最近比較沒有辦法人力不足 那就晚一點開工 所以就變成你可能你自己的計劃 然後或者什麼也都會被delay 對但之前建商蠻不錯的 真的蠻準時的 前陣子雪梨還蠻就是 算是蠻轟動的一個新聞 對那種 然後就是他可能房子 他是蓋這樣子一間 對所以建商的選擇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對一定要選擇到好溝通 然後人隨時都在 然後找一個非常好的律師 把你細看合約也是非常重要 對那如果有時間也要就是每個禮拜去一次看一下 喔你要去看一下你的房子蓋得怎麼樣 對那這一間建商 其實屋主還蠻推薦這間建商的耶 他說他們還蠻負責任 然後也溝通方面也都很順暢 所以人還不錯 那也有看到我們開箱那個建商送的禮物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合作的都算蠻愉快的耶 對沒錯 其實買地自建後面的學問還非常的多 那今天我們講的就是屋主跟我們分享 還有我們整理出來 覺得大家會比較有興趣的部分 那如果你近期規劃想要買地自建的話 然後有什麼問題 或是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都歡迎你們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也會很樂意的解答 或是我們也會想問問看屋主說 有什麼樣的心得可以分享 因為我們自己也對這一塊還蠻有興趣 對沒錯 嗯真的蠻少見 可以買到一塊地然後自己蓋放 好那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助到 有在規劃買地自建的人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